李佳琪直播不年锅翻车 盘点那些网红明星代言产品翻车事件 28日带货明星李佳琪在直播不年锅效果时 不年锅很不给面子的年锅了 面对这种情况 10月30日 针对李佳琪在直播带货不年锅时现场翻车 不年锅公司客服称 李佳琪不太会做饭 锅没有问题 同样是10月30日晚间 李佳琪又一次直播过程中 推荐倩碧小厨局腮红 结果化妆效果显示如同被家暴 再一次翻车 在本周网红明星相继被暴与自暴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口碑一向不错 坚持严选的李佳琪连翻两次 而时间线越往后靠 被爆出的网红产品越多 而对于带货网红而言 蜂拥而至的代言产品 高额的广告利润 新京报也针对带货翻车评论道 李佳琪直播车祸不过是网红带货野蛮生长中所面临问题的缩影 写在最后 双十一在即 各种广告已经开始狂轰烂炸 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清晰网红对产品功效的宣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